首班的武汉台商包机 昨天深夜回台了 返台的247人中有1人发生 另外2个人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 3个人立刻被收治 负压隔离病房 警车几集体救护车开到前往医院 救护车驾驶全身隔离衣包的密布透风 因为车上载着从武汉回台的国人 他们一下飞机就出现发生症状 有三名有轻微的 有一位发烧那两位比较轻微 那有一些相关的呼吸道的症状 所以三位就隔离检疫 就隔离职业室进到负压病房 那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飞机落地立刻处理 但从武汉飞往台湾的航班上 属于密闭空间 外界都想问出发前是否出现症状 所以有查到一位 是没有让他最后没有让他来登机 所以我相信这一位 应该就是不会说是故意有发烧而上来 抵达台湾后身体出现不适的 还有一对母子下机后直奔医院 母子那小孩子肚子痛 跟这疫情是没有关系 所以到急诊去治疗这一部分 曾经只是单纯的腹痛 与疫情无关 目前隔离检疫的相关防护 疾管署验证已带 彩验我们会都是专业医师在执行 那专业医师他会在一个通风开阔的一个地方 来做一个这彩验 然后务必保护这当事人及医师本身的安全 以及周遭环境的安全 几经波折台商终于回到台湾 但过去的步骤 疾管署绷紧神经不敢大意 最高原则保护医疗人员 保障国人安全 端新闻综合不到